我经常坐飞机旅行 这也难怪这些年来 我的小脑袋里累积了几十个问题 例如在机场安检中 最好穿什么样的鞋才不会被要求脱掉它们 或者你必须接受检查的扫描器 对你的健康有害吗 所以有一天我就这么待在我的笔记型电脑前 开始在网络上搜索机场答案 和有用的旅行提点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你知道有时候情况就是这样的 你来到安全检查站 突然发现你的随身行李中有违禁品 但别担心 在飞行前检查期间查获的所有物品 都可以在机场存放长达三个月 最重要的是 你有机会把它们邮寄到国内的任何地址 被保安带走的东西 也会在特殊拍卖会上出售 同时被运送到全世界 二 你不该对机场扫描器保持警惕 它们不会损害你的健康 否则 机场员工就无法在没有特殊服装的情况下 每天都靠近它们 来遮盖它们已经长出来的第三只手臂 不是真的了 三 至于你在飞行过程中得到的辐射剂量 它根本就比你日常生活中得到的辐射剂量还要小 但如果飞机飞进了雷云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机舱上的每个人都会收到和照射特定类型的X光石一样多的辐射 四 如果你的行李中含有一些粉末 无论是婴儿配方奶粉 面粉 还是集容颜料 把它保留在原来的包装里面 否则 保安可能会怀疑 并没收你快速醒来的唯一希望 也称为集容咖啡 五 为了防止机上坐在你前面的人 放下他们的椅背 同时 把你的咖啡撒在你的新牛仔裤上 使用特殊的夹子 通常你能在餐盘上找到他们 六 在某些机场 你可以在通过安检后 立即购买饮用水 这很酷 因为 拜托 你有没有看过免税商店的水价 但是 在加拿大和美国 都有机场 能让你携带一个空的 或装满冰的瓶子 然后 你可以在安全检查后 找到一台饮水机 并在那里装满水 七 如果你搭乘的廉价航空 他们不给你食物 真是无耻 难以被泡面 并要求空服员加一些开水 瞧 你不再饿了 八 如果你在航班之间 有很长的停留时间 到最近的饭店休息 可能不是最便宜的选择 有一个更好的技巧 查一下机场或航空公司 是否贩卖24小时进入的贵宾休息区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你可以在那里享用免费零食和饮料 并以非常实惠的价格 使用免费淋浴间和客房休息 九 如果你正在航班间转机 在出境机场免税店购买液体产品 可能不是个好主意 在某些国家 机场工作人员可以没收 你在转机时购买的免税店商品 十 在行李领取区域 你可能需要支付WiFi费用 但在抵达区域 它几乎总是免费的 十一 在免税商店购物时 仅用美元或欧元支付 因为矛盾的是 商品的本地货币成本更高 十二 如果你正处于重感冒中 但又必须得飞 在飞机起飞和降落前 服用一片止痛片 否则 由于机舱内的压力下降 你的耳朵会非常疼 十三 避免在手提行李中 携带喷雾除皱剂 或刮胡膏 这些都会在飞行中爆炸 因此不允许带上飞机 一个更好的想法 就是坚持使用相提膏 没有双关语的意思 我在跟谁开玩笑啊 十四 你不能把行动电源 放在托运行李中 如果你想带一个上飞机 它的容量不应超过 两万毫安或毫安时 此外 你不该在飞行途中使用它们 因为它们容易着火 哦 十五 如果你和同伴一起旅行 把托运的行李打包好 这样万一你们的一个行李箱丢了 你们两个都还有所有的必需品 此外 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随身携带一双干净的袜子 和一条额外的内裤 总是个好主意 十六 去旅行时 别带整瓶香水 而是带上试用品 通常 这足够两周旅行之用 在大部分的店里 它们会给你最喜欢的香水试用品 作为免费赠品 十七 如果你需要以一些零钱 却没有硬币来支付行李存放服务 购物车或巴士车票的时候 那么下一个很酷的技巧将能帮上忙 找一台能找零钱的自动贩卖机 放入纸钞 然后按退款 你很有可能拿回换成零钱的钱 十八 如果你的随身行李里面 有凭全新未开封的指甲油 那没关系 但如果你已经用过了 就把它放进托运行李当中吧 顺便说一下 你不需要带着软指甲做刀报到 但如果这件物品是金属的 那么最好把它塞进你的托运行李箱里 十九 如果你飞往澳洲或其他特定岛屿 即使放在托运行李中 一些看似无害的东西 像是植物、种子或某些类型的食物 都可能会被禁止 二十 在大型国际机场 你可以在自动贩卖机中找到婴儿食品 预付SIM卡、尿布、卫生用品 甚至是手机充电器 而且 所有这些必需品都不会花费你一大笔钱 二十一 如果你曾搭机旅行 你可能看过那些可怕的排队上厕所的队伍 好消息 你更有可能在行李提令区、海关附近 大型咖啡馆旁和候机室找到无人占用的厕所 简而言之 当需要时 可以选择远离主要走廊和大厅的任何区域 二十二 在多航站机场 寻找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航站连通地下通道 例如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 一号航站和二号航站之间 有一条步行通道 主要由员工使用 因为乘客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 二十三 在为长途飞行的行李打包时 记得在随身行李放上几颗网球 如果你在飞行过程中把脚踩在上面 你的腿和脚就不会肿胀起来 二十四 你是空中飞人吗 那为什么你还没有太空飞毯呢 它轻薄便宜 还能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你 但更重要的是 它会让你在飞机的机舱上保持温暖 你可以使用它作为鞋子的绝缘材料 或者你可以把婴儿奶瓶包在里面 奶瓶就会保温更长的时间 二十五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 你正试图在网络上办理登机手续 但该航空公司的网站没有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在隐私模式视窗中打开网站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能解决问题 二十六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商务舱乘客总是坐在飞机前面 是的 离出口更近 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买商务舱机票 那么考虑一下从统计上来说 最安全的座位是在飞机尾部的事实 二十七 在旅行之前 研究一下你将会待很久的机场 你可能会对一些机场所提供的各种娱乐感到惊讶 谁知道 也许你可以在电影院、游泳池或电子游戏区 消耗你的转机等待时间 二十八 如果你要旅行经过多个时区 试着前一天进行更多的体能活动 这有什么关联啊 你可能会问 重点是当你的身体疲惫时 你在一个新的地方会更容易入睡 反过来 这会帮你更快地适应不寻常的气候和时区 二十九 如果你穿着带有软薄鞋底的鞋子或运动鞋 你就不会被要求在大多数机场的安全检查站脱掉它们 但如果你的鞋子有着坚硬的鞋底或高跟鞋 请确保你的袜子没有动 因为你必须脱掉这样的鞋子 三十 如果飞机上有很多空座位 并且你有航空公司的红利积联卡 你可以要求空服人员带你去商务舱 令人惊讶的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将根本就不用为升级付费 顺便说一句 你在登机前就能到机场取得这张卡 三十一 如果在转机期间你的第一班航班延误了 你可以直接拨打该航空公司的热线 并要求他们在下个航班上为你预订座位 三十二 即使飞机上没有网路 你仍然可以用你的银行卡支付你的机上购物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你降落 这笔钱就会被提领出来 三十三 如果你晚上到达目的地机场 可以通过睡在特殊的胶囊中 并在第二天入住饭店来节省一些费用 否则你将不得不多付一趟夜间继承车资 而且在饭店只住了几小时 而不是一整天 你知道其他任何可以让你的航空旅程更舒适的提示吗 那就在留言区中告诉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给这支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 嘿 还别急着起飞 我们有超过两千支酷炫的影片供你收看 你所要做的就是 选择左边或右边影片 点击然后享受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